马尾便可以说是妹子们常扎的发型之一,而马尾随性一板就很好看,所以在生活中出现的比例相当高,状况也就见怪不怪。 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,别人家的马尾,要不然,显得高级倒不行,要不然就显得活力十足,而你的却显得无比吐气,到底是哪儿出问题了呢? 一,发际线太高或太低近两年发际线成为很受人们关注的话题,发际线高了显脑门大,那发际线低一点,是不是就完美了呢? 其实也不是呢,发际线低一样会影响颜值,渣马尾显得吐气,都是因为发际线太高或太低,发际线附近短头发太多的原因,二岁发太多虽然无刘海是渣马尾,小兵建议,大家留一点伤刘海出来修饰脸型。 但是这和小碎发不同哦,特别是冬天,碎头发不能被砸起来,露在外面很难看,喷发胶,这里水,发酱,沾发汁,等,都可以抚平小碎发。 三,渣发头绳选错,如果要列一个最容易丢的东西列表? 皮筋绝对是前几名的吧,千万不要随便找出一根皮筋就来扎马尾,因为当你头发太少,太短,却选择一个比较粗的皮筋,或者皮筋本身比较吐气的时候,发型就会显得老气。 看完你知道,为什么你的马尾不好看了吗?那到底要怎么扎才会比较出彩呢? 别急,下面别别就为你送上教程,第一步,查个普通的马尾边,这本身没有什么难度,只要掌握好高度就可以了。 第二步,要两个依次发夹插在马尾的根部位置,将马尾的根部升起来,等等等,看笑话就知道,你的马尾不在村儿。